中可以看到七號晚間 衛生局人員到超市進行清查 因為他們接貨有一款家用 四合一的調味料組合 裡面的細粉紅辣椒被驗出 含有工業染料蘇丹色素三號 而這個染料可能會代謝成有毒的 本案類物質 攻擊細胞和基因 嚴重甚至可能會致癌 逐縣衛生局立刻到二十六 家超市進行積查 而這款辣椒粉連在零售通路 都有販售 因此衛生局緊急下架兩百五十三瓶 這個辣椒粉是由雲林斗六的 一個工廠製作而成 被驗出的蘇丹紅色素達十八ppb 已經違反食品安全的衛生管理法 提醒消費者如果有購買到 切記不要食用 以免影響身體健康